大家好,这里是赤威邦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刚从国外回来 现在正在居家隔离中 看新闻,疫情还是一直持续的不断 在这个环境下,大家都在等什么时候可以解封 与其等待病毒的消失 反而要想办法怎么样跟病毒共存 所以我们要做好自身的防护 最基本的防护呢,就是要戴口罩 勤洗手,酒精来做消毒 酒精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消毒方式 把它喷在手上,进行消毒 但是我们常见的酒精喷瓶呢 只能做局部消毒,没有办法做全身消毒 所以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能不能用最低的成本 做到一台全身的消毒机 可以进屋子之前 把全身从头到尾全部消毒一遍 但是成本还是要非常的便宜 好,我们来试看看吧 记得我在侦探电影里面有出现一个场景 就是主角啊,在门禁的时候要做身份确认 会看到有一条雷射的光束做扫描 它会从头到尾扫描一次 那跟我们全身消毒的做法好像有点像 再来突然想到台积电 台积电里面的五层室 在进去的时候都会经过一个AirShot 那工作人员进去之后呢 它就会开启四周的喷气阀 透过洁净的空气 身上的灰尘都吹掉 那人呢,也要跟着转一圈 那如果同样的设计的话 我们一样也是在这个边上 做了一个喷洒的头 那这边有个主机 连到一个脚踏的开关 踩了这个脚踏开关之后 它就会喷洒消毒液 喷洒的时候会定时 我们可以在原地旋转一圈 让酒精可以均匀的喷洒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简单化出一个架构 这个容器里面装的是酒精 酒精透过抽水马达呢 把水抽进来之后 在依序往上面的喷口去喷洒 前面都会装个雾化的喷头 所以这些喷头就会喷出 大面积而且均匀的消毒液了 电路的部分 再来就是要怎么控制抽水马达了 因为我们要转一圈 所以时间大概是3到5秒之间 所以需要一个定时的电路 定时电路第一个想到就是用555的IC 然后因为要驱动马达 需要一个MOS电晶体 那还有没有更简单的做法呢 因为555IC要做定时电路的话 可能还要一些周边的元件 感觉又有点复杂 如果我不要它的话 我还可以做定时电路吗 嗯 想到一个方法 利用一颗电容来做充放电 最终画出了一个简单的定时电路 这颗是MOSIC 主要是驱动抽水马达的一个功能 那下面这颗电容就是做即使用的 当脚踏开关踩下去之后呢 电容就开始充电 MOS电晶体也开始导通 所以电池的负极就可以直接经过MOS开关 让马达转动 脚离开了脚踏开关之后 因为电容还有存留一部分的电 所以MOS开关会继续的导通 直到电容没电了之后 MOS开关就会停止 那马达就会停止工作了 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定时电路了 假设我今天时间想要调长一点或调短一点 你可以调整电容的大小就可以调整时间 但是这是固定的 但是你想要随时可以调整时间的话 那我们就在这里加了一颗可变电阻 这颗可变电阻呢 就会限制电容的储存能量 也就能控制时间了 理论存在 时间开始 我们准备一颗MOS电晶体 1K跟10K欧姆的电阻 还有2200麦克法拉的电容 10K的可变电阻 再来准备恒温烙铁来焊接 如果你的烙铁可以设定温度的话 建议设定在300度 接下来固定MOS电晶体 锁上有两颗不同组织的电阻 我们可以从上面的设码来去换算 或者你也可以用LCR捏纸 你看这样就很明显是1K欧姆的电阻 这个就是10K欧姆的电阻 我们先把10K欧姆的电阻焊在MOS上 MOS的最左边那一只脚 焊接1K欧姆的电阻 再来焊接电容 记得正负级要接对哦 左正右负 焊接完了 如果要改变时间 可以改变电容的容值大小 或者是你再增加一颗可变电阻 我们这里用的是精密可调的可变电阻 先把电容剪断 把电阻串接上去 好啦 电路就是这么的简单 再来就是抽水马达了 这颗是泡茶机用的抽水马达 右边是马达 左边是抽水的装置 它有两个出口 一个是进水口 一个是出水口 马达转动带动突轮 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抽水马达 我们来驱动它试看看 因为这颗马达是12伏 所以供电12伏给它 你可以看到突轮正在转动 它就可以达到抽水的功能 另外抽水马达还有另外一种设计 它叫做蠕动帮谱 我们先驱动它看看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这颗马达是6伏 所以我们供应相对应的电压给它 你会发现里面有三颗轴承在转动 周围围绕了一条矽脚管 我们再仔细一点看 中间这三个轴承 它会挤压矽脚管 我们把电压调低让它转慢一点 利用循序渐进挤压的方式 把矽脚管里面的液体往前带 就可以达到抽水的效果了 这一端是进水孔 另外一端就是出水孔 再来我们准备一颗6伏特的电池盒 这里你可以确认一下 你的抽水马达的规格 再来选用你要多少伏特的电池盒 因为这个电路不使用的时候 是非常省电的 所以其实用更电池就够了 找一个盒子把电路塞进去 我们先把盒子打开 比一下位置 先把电路粘上去 露出壳边电阻的空间 刚刚看了一下马达好像也塞得进去 那就一起都塞进去吧 刚好电弓胶带的内径 跟马达的直径一样 所以就拿这个当做模板 先画个记号 我没用砖头挖洞 可是我的砖头已经炖掉了 很难挖得动 我们换个工具 拿超音波刀出来吧 超音波刀的好处是 它透过超音波的方式 让这个刀片产生高速的摩擦 就很容易切割塑胶了 挖好洞之后 我们把抽水马达 用热熔胶固定 接下来就是焊接电路的部分 先把马达的电线焊起来 再把马达的副极 接到MOS的中间极 因为还要拉线出来 所以我们这边再挖一个洞 让线可以引出来 再焊接脚踏胎关在电容的正极侧 马达的副极也把它焊接上去 焊接完成之后 我们试看看吧 不错 有计时的功能 时间的长短 就靠可便电阻来做微调 再来把盒子锁起来吧 用双面胶带黏在电池盒上面 再试看看 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准备 一个热扣水杯 这里是要装消毒液体的 你也可以直接用酒精瓶来当容器 我们准备一个水管的接头 挖好洞之后把接头固定上去 这个就是我们的出水口 接下来挖一个小洞让它可以透气 剪下一段矽脚管 固定在插头的内侧 装消毒液的容器已经完成了 我们测试看看哪一段矽脚管 连接在抽水马达的进水侧 那出水侧怎么喷呢 我找了一个很特别的喷瓶 这个喷瓶可以360度的喷洒 它的优势是因为有这个长长的管子 等一下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很方便 我们把矽脚管插上去 然后装在抽水马达的出水侧 杯子里面装一点酒精试试看 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矽脚管里面是空的 所以要等待几秒 第二次就不需要了 看起来喷洒很正常 接下来我们就要拉水管啦 准备两个Y型分接管 再准备三个喷洒头 用来固定喷洒头的管子 你可以选择这种伸缩晒衣杆 或者是塑胶管 这是LED灯管拆下来的罩子 或者你有金属的支架也可以用 或者我们常见的PVC水管电管 这个管子也可以用 就看你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啰 再来我们按照线路 把三个喷头都结好 来测试看看吧 看起来喷洒都OK的 接下来我们在塑胶管上面挖洞 有三个喷头要挖三个洞 不小心把桌布弄乱了 我的小吃我也没事吧 所以在装孔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把连接头的管子剪短 再把喷头固定在塑胶管上 再来连接细胶管 接好之后把水管都塞在塑胶管里面 来实际试试看吧 因为居家隔离的关系 我不能出门 所以把房间门当作大门使用吧 门的右侧有三个喷头 下面有消毒液体的容器 跟抽水马达主机 还有脚踏开关 你也可以用按钮式的 或者是用感应式的 遥控式的都可以 可以依自己的需求做改装 卸脚管连接到三个喷头 所以一进门之前 这三个喷头就可以让全身 均匀的喷洒消毒液体 达到全身消毒的功能 好我们试看看吧 三个喷头都正常工作 看起来没有问题 接下来真人再测试 踩 喷 转 消毒完了 可以进门了 最后这个架构发现有个问题 假设我的喷头只有一个 启动马达喷洒完之后 它就会很正常的停止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是三个喷头 喷洒的时候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马达停止之后 上面跟中间的喷头的液体 会慢慢的往下降 导致下面的喷头会开始溢流 导致不必要的消毒液浪费掉了 所以我们可以在喷头的地方 再加装逆止阀 它也可以称之为单向阀 这样就不会让液体逆流了 因为我现在不能出门买材料 所以就用绘画的方式来试语啰 最后 提供电路图跟管路图供你们参考 这个架构成本很低 电路又很简单 可以在喷头上面加装蓝色LED 这样喷的时候 可以更明显的看到水雾 有兴趣的可以试看看哦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请帮我按赞 并订阅刺猬帮的频道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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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